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今天NFT的每个人一起转,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无聊好无从前面去年到今天发币,昨天发币,那到目前为止,他整community里面的整个状况,那还有community founders也出来跟大家讲解一些东西,那我也在他们参加了他们的这个AMA的这些就是五个founding member的board member, 所以跟大家讲解他们来用去脉以及他们到底下一步要做什么,那我们这边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请大家来到我的推特,大家知道推特都是我个人的意见,都是我这边第一时间很多很多不错个个人的意见,大家可以来follow,那我们现在办一个活动,就是NOS,就是抽奖 那我们这边也是讲一个,召开来看,Punks,然后Boreps,Canon Club,然后Mutent,还有Mubip之间,全部全部全部这98个人是共同游泳所有的,那另外这边有一些分析,所有蓝筹的分析蛮有趣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大家来到我的YouTube,大家知道YouTube个人意见,不才会分析,不才会建议,做了这个研究,然后做好风险控管,那我们这边持续,我们这边持续也是在招募我们的团队啊,大家如果有信息就赶快来加入我们啊 第一个跟大家讲到ROMA 2.0,这ROMA 2.0其实是去年7月份就已经出来了,那整个现在的Punk其实不是 现在Boreps其实就是照着ROMA 2.0来讲,他们最早其实就是Boreps,Mutent,Mutent之后他们其实慢慢慢慢有Miami Clubhouse,那Miami Clubhouse就是把Boreps他们定义在Miami啊 那后来他们其实再来就Samebox,Miami2035,以及他们这个Tresher Hunt,那Tresher Hunt我们在之前这个一个Deck里面看到 就是有Tresher Hunt的出现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就他们之前设定好,现在一步一步在实现的一个 一个ROMA,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到Boreps Yacht Club的Twitter,他昨天这边办了8小时之前,他们办了一个Board在这边讲啊,第一时间,你看这个 Apcoin chat with the DAO board,有Alex,Alex,然后Annie Wu,然后Arena,然后Yachoo,然后Dim, Sebastian,Stanbeck,Dins,Stanbeck, 这些人其实都是从不同产业来啊,那像Alex,他基本上最早是Reddick的Founder,然后也是776一个Investment Firm的一个Founder 那Amiu就是FTX,他主要最早是Gamer,FTX他现在融了20亿美金,专门要投资Web站跟NFT 那Area Borja,他其实是一个投资人,那是从Sung Venture,那Yachoo就是我们知道Annie Mocha后面的老板,那第一是Banket,那这个是Horizon Lab,他基本上最早他是一个Lawyer,是一个律师,那我们大家如果从这边点进来之后,我自己分享在我的Twitter,大家可以来看,来听啊,他里面讲了蛮多的,我刚刚其实听过了之后,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他们都讲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们里面主要几个人的背景就是从他们的这些过往的工作经历,大概都是16,17,18年的时候进入Crypto,那背景有原本就是Gamer,我是打游戏的,那我变转到ICU的领域,Crypto领域,然后变成投资人,那以及我有律师,国际法律师,那在不同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之后,也是因为接触到Crypto,然后进入Crypto,那亚树,我们亚树最主要我们 在Animoca的老板,然后讲,我们整个在Animoca,或是我们这后面的逻辑,跟整个理念,我们就是从Web 3.0跟 就是分散式去中心化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他们讲几点很重要,我觉得第一,他们讲到说,这个其实所有东西现在才开始而已,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的区块链的,从几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一波,那其实如果你站在institution角度来讲,其实现在通常都还是开始的,那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几个不同的失利的介入, 有不同的fund,那还有FTX的基金,他们之前总20亿美金,专门就是要投Crypto,跟投NFT新,还有新的,还有Gaming的,那他们一个专门的fund就是NFT,Gaming,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那FTX后面的老板就是Sam,我们都知道,那Sam他最主要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就会做资本市场的力量,把资本市场的力量对接到这边,所以他这个,所以我们看这Appscoin后面,其实也有FTX, 那Sam其实也是这整个Appscoin的老板,那他们当然也有律师借出来的,律师借出来我觉得就是要,确定他们发这个币,不会受到监管单位的,找麻烦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后面各个法律上,或者是这个合规上,他们其实做得非常好啊,那我觉得这个,这边有一个,在将近一个小时左右,他们的board,在这边AMA一样,那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听,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好, 那再跟大家讲,现在Appscoin的价格,你看涨了50%,现在大概是16%,刚才最高涨到了将近18%,那如果大家来看,他全部整个marketcap,现在其实是,19亿啊,19亿美金,他marketcap19亿美金,现在整个在,如果在coin,gecko里面排,我刚才看了一个是排60几啊,那其实还是比较小啊,因为他才发售才第一天呢, 也第二天,他最低层6.21,如果大家记得,如果在cootcoin的话,最早,cootcoin的话,就是大概是6块多,那一直涨,涨到17块多,他现在整个marketcap是排60%,排62名呢, old time,大概就是在18块左右,第一点,24个小时之前,就是6块之后,那我们朋友很多之后,大概我们最早时间,一发行,我们在binance上买的话,就是大概是买9块到10块之间,那我觉得OK啊,9块到10块之间,因为我们没有 第一时间,第一时间我们就进场了,我没有等他拉回啊 如果大家看到binance的话,我们那时候binance第一时间,我们其实进场大概大概9块多 大家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就知道,我们最近9块多跟9块10块左右附近 那我们其实就做第一波,第一时间就进场,那第一时间就进场,一二三个测试点之后,你看到平均线一交叉 所以平均线只要一交叉之后,就一直往上走啊,最高如果是binance,然后18块 那如果cocoin,cocoin是比较早啊,cocoin是在binance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卖了 那cocoin大家就开玩笑讲说,cocoin他们这边讲说liquity够就可以跑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话术啊,那liquity就是后面的marketmaking的团队跟交易所讲好,时间到他们爱可以开卖就开卖了 那也有朋友讲,其实跑最快的是bybit,bybit的spotmarket,第一时间就开始卖 那我觉得讲这个之外,顺便这边我会找到一个borea club的一个research,这边跟大家分享了 他讲说F3 breakdown,那这个research不是最早的,这个research稍微有一点时间,就是大概是几个月之前 他讲到三个东西,第一borea club,然后mutant,然后borea cannon club,那其实就是猴子变异猴跟狗三个东西 他讲这个历史啊,最早其实borea这边是一个10万只 那在最早的时候他们就发10万只出来 那其实他们刚开始发出来是0.08 开始2021年4月的时候第一个launch,0.08 那其实他们刚开始launch的时候,prelaunch的时候discord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啊,然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差不多就几百个apps,那从那个时候meet,从borea club的时候meet,那时候是meet0.08 那到4月30号的时候,差不多一整个忽然之间这10万只才卖完 所以就4月23号卖到4月30号,他们卖了一个礼拜啊,borea一刚开始卖,卖了一个礼拜才卖完 那如果你看到这边,就讲到说他们的funder其实有一个想法 最早他们就希望把这个东西built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borea holder的一个community 那他们开始有airdrop一些东西,就drop狗给你们 那drop狗其实他就融了100万美金 那大家知道啊,这个狗刚开始他们drop基本上 就是用很便宜的方式去drop 那再来到8月28号,那他们再来就是有mutant,那mutant最早meet 就是meeting price2.5到3个eat,那raise他又raise了大概9600美金 那大家知道mutant有分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的mutant就是如果你有holder 那就可以去meet,那这个时候呢,你的holder命出来的mutant的这个trade特征 会跟你原本的borea是类似会传承,那第二个1万的mutant是随机命出来的 所以你看这边有个7500个mutant m1,然后2492个m2 那8个super megamutant m3,m3都有8个啊 所以难怪他们那时候m3是高可以炒到1500多个eat 1500多个eat,没有人mue,没有人开箱就放在那边让大家炒 那大家知道像mutant m3应该只上一个还是两个还没开 好像只上两个没开 那大家知道这边有一些故事啊,就讲最后 8月29号steven cary的app,就是11万18万美金 那以及有一些故事,大家可以来看,我觉得蛮有趣 那这边讲说value proposition,他讲说最早他们把这个 34万美金的boreaft nft第一次 就是这个Joe Rogan,a very surprised react 哇,怎么会有人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个东西啊 那这个第一个nft代表说有这么高的价值 那后来后来慢慢这边好多的community啊 或者social media,甚至传统的金融商品的这些media来介绍 之后慢慢bore up就变成大家得到大家的一个注意了 然后这边nft跟艺术品之间的一个讨论 这边也有一个讨论,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蛮不错了 那后面也讲到一个bibos,大家都知道bibos创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的交易 的一个记录啊,就是6900万还是6000多万美金一幅画 那他这边其实也讲borea club 他这边也做一些borea club的创作 其实他把它创作之后,这个创作是一个borea club的厕所的创作 那这个东西其实当下那个时候也帮borea club关注了一些community 进去,因为有文化人进来 那代表这不是只是一个随便乱潮而已啊 我们有运动球星,然后有影视歌星,有文化人进来 那大家你看从30,说30号 这个4月30号开始,其实价格一直都是很低的 你如果到20,直接要到涨到20个eath以上 其实是8月多,8月多才是涨到20个eath 然后40个eath,第一个高点是在40 那我印象中的borea大概是40到60之间的盘整 那这边讲是economics,那private sell,new drop,new token 他们这边最早,他们similar to ipo 他们讲说他们就必须要想要把这个economy做起来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做这个m2,这个muten 他们卖muten其实做,把这个community build起来 那后来呢,yoga lab,最早yoga lab其实是 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公司出现 那punk4156,那其实最早就是一个artist 那他其实在这里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你可以讲说你看yoga lab最早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brand 那这个yoga lab他们就不像是lava lab 那yoga lab是把所有的这些 这个所谓商业的权都放给所有的 bore app的拥有者 然后你看full commercial rights owned by community members 我觉得这个是他最了不起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把commercial rights放给使用者 而不是说像lava lab最早punk的computer punk的commercial rights是punk的手上有的 那另外这边还讲他有一些费用 一些问题解释 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讲得非常棒 然后后来你看这边 The Monos 那其实也是一个网红 Monarch 那你看第一次在 Bore app出现在时代广场 那Andrew Yan 那这个这是纽约时代广场 这Bore app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广场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数据 我觉得这篇文章虽然是 比较久一点的文章 但是这篇文章有非常非常多reference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参考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文章 我到时候也把这个文章贴在我们下面 大家可以来看 这是一个研究的文章 然后这边还有讲到一些Bore app 这投资人跟这个Android Horses 那其实这边就讲到是一个A16Z 这家投资公司 这家投资公司甚至要在冗了一个 4亿5千万 45亿美金为了要专门投Crypto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司 那他们其实这边就讲到很多 他们跟Bore app之间的投资的理念 还有他里面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想法概念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AppsCoin的来龙去卖 以及AppsCoin的团队出来跟大家讲 他们背景是怎么样的背景 他们将来愿景是什么样的愿景 他们将来想走什么样的路 那我这边会跟大家分享 他们的Twitter 那以及我们后面有一些研究报告的一些内容 我会把这link放在下面 让大家去看 那我觉得我视频大概也价值 关注Twitter加入Discord还有Youtube 好不好 点Peter的投 然后赶紧的follow我 然后把赞、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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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